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南华侨华人变五州 天下故事会穷州 台口广播电视台 华侨华人故事类节目正在播出 海南华侨特别节目 凝聚桥力量助力自贸港 全国桥连系统先进个人访谈 敬请关注 我认为我们桥林干部 要长期的友谊 和爱巧、懂巧、护巧、知巧、嬉巧之心 工作要勤勉、努力 要扎根基层 注重调研 要有团队精神跟沟通的协调能力 要多一点关护、关照 主要就是平常的小孩的学习、生活 都关心一下他们 对吧 毕竟他的家庭情况就摆在那里嘛 近时就那样子了嘛 对吧 这是卢豫浪今年第三次来兴隆 看望杨靖老人了 今天他要给老人带来一个好消息 现在我们海外的侨宝们 对你们都很关注 也答应给你们这个长期的 这个一个学习跟生活上的一个地方 当注 对吧 所以生活不要有压力 主要就是要把学习写上来 要有一记资产 要有知识 这个报答是会报答你的爷爷 是吗 画面中的老人叫杨靖 是兴隆华侨农场二分公司十三队的越南龟桥 因患有轻度老年痴呆症 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生活难以自理 今年随着 今年随着妻子的离世和二儿子的意外身亡 让他和两个未成年的孙女的生活陷入困境 我们通过海南省桥连对接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海南商会 来给他们两个小孩做长年的资助 已经落实的是从今年开始往后五年二十五万的资金的资助 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 已经落实了 可以说这两个小孩在这五年是生活 学习基本上不丑 对阳进老人的帮扶 要从今年卢豫浪到兴隆调研说起 当时卢豫浪正带领桥连人员在兴隆华侨农场对归难桥的生活做调研 兴隆基层干部在汇报归难桥生活情况时提到了阳进老人 卢豫浪实地了解老人的情况后 立即向省桥连汇报 希望通过省桥连寻求爱心侨胞来帮扶老人 很快 卢豫浪就接到澳大利亚海南商会的帮扶承诺 今年九月 澳大利亚海南商会向阳进老人及其孙女 捐赠了第一批生活物品和学习费用 对这两个小孩我很放心 因为减轻了我很大的负担 我非常感谢国家乙系桥连对我的帮助 桥连组织借助桥立解决老龟桥的揪心事 烦心事 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增强了桥界群众的幸福感 也彰显了桥物工作的意义 罗玉浪作为万宁市桥连主席 深感责任重大 万宁是海南的桥乡 全市总人口60多万 有30多万华侨旅居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 兴隆华侨农场是海南最大的华侨农场 这里因桥而建 因桥而兴 作为中国华侨农场的一面旗帜 兴隆华侨农场安置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归桥 多年来 归桥们改造荒山 开辟粮田 建设家园 形成了科具特色的桥乡文化 为了挖掘更多的归桥故事 当时的想法就是能不能把我们整个 兴隆地区的这个华侨文化 尽量地带入到我们这个流期 然后让更多的游客 外人 来了解 知道我们兴隆这个地方 兴隆咖啡谷 依托兴隆华侨农场特有的华侨文化 及天然雨林 打造了以咖啡为主题 即农业种植 加工 销售和旅游休闲 度假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农业产业园 园区建有龟桥收藏馆 桥梦院记忆园 龟桥长廊 桥梦广场等参观区 多层次多角度展示新龙华侨农场的历史及独特文化 在这里游客可以品尝香醇的咖啡 聆听龟桥的故事 探寻新龙华侨文化的发展历程 发展到现在呢 这个整个哈啡谷的云期里面的 这个新龙的华侨文化的这个氛围是相当浓厚的 基本上这个每一棵树 或者就是说每一条路都有我们文化的代用 都可以找到我们新龙华侨文化的一些因素 像文化的整理 因为我们咖啡谷做华侨文化嘛 所以说在文化整理这一块 桥连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的 不管是市桥连还是省桥连这边 对我们支持力度都是很大的 2022年到2023年 新龙咖啡谷先后被评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全国基层桥连先进组织 行走在新龙 每个游客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新龙独特的硅桥文化 品戈壁欧长千层高椰子高 看龙桥桥卷们再歌再舞 浓郁的异国风情扑面而来 走进龙桥才能懂得龙桥的心 深入桥界才能体会传承华侨文化的意义 多年来 出生于马来西亚华侨家庭的卢豫浪 比起一般人更能理解海外华侨的情感 自从2012年担任万宁市桥连主席以来 他一直有撰写万宁桥史的想法 桥连工作十分琐碎 一有闲暇 他就和同事们有目标地搜集 梳理和整合万宁桥史材料 其实我们一直都认为 这个要讲好我们花销故事 那么我们就要瓦解我们的花销文化 整理我们的花销文化 三年冰状我们的花销文化 很长时间以来 我们用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来去瓦解跟整理 这些我们花销的文化 2018年以来 卢豫浪主编了《桥香万宁》系列丛书 其中包括《顾香梦》 《桑子晴》 《岁月如歌》 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发展历程测迹 其中2022年初出版的《万宁市华侨志填补万宁市》中 《华侨史》的空白 我们主要经过五年的传统的 这个我们桥林队伍 桥林干部 包括我们桥林的这个常委委员 海外顾问 海外桥林 老桥林的干部 这一大半人马的这个五年的这个努力 我们这个跑国外 跑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华侨历史使馆 各个我们华侨的村落 这个庙宇寺堂去收集去整理这些资料 万宁市华侨志 以华侨产生以及侨务部门建立为时间上限 以2018年12月底为时间下限 全面系统的技术 万宁街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 龟桥桥卷及桥物机构 桥连组织 桥界社团 在祖籍国的生存史 创业史 发展史 和重要的桥物工作 为万宁市制研究和万宁市桥物工作 提供重要依据和宝贵史料 整个冰状华侨的混乱碰到很多很多的事 一个是我们人手上的这个比较缺 人口呢 自书的要求又很高 人口呢 我们华侨的食料呢 收集的一个面比较广 时间比较长 应该说是我们桥林干部 切而不索的那种精神啊 才能把这个事情做下来 为了编转万宁市华侨制 不欲让凝聚桥界力量 克服种种困难 收集到大量宝贵的食料 本身我们桥林修改都进行了六次的修改 然后呢这个是 这个 看这个应该是 第五 第五版 第五是修改 然后这个呢是 第四次修改 这个第四版 这个是第三次修改 这个稿啊 这个底稿都存在这里呢 你看 这里都有很多 书线在这里 然后这个第三次修改 我们陆续进行了六次修改 五年磨一剑 经过一次次奔波和努力 2022年12月 万宁市华侨制 终于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 实现了万宁侨界的溯源 拿回来的那一刻我到 也没什么激动了 我到平静了 但是呢 真真真正的心里呢 是一颗紧张的心是放下来的 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呢 终于做完成一件 这个可以对我们桥林来说 或者说对我个人来说 是一项工程 卢玉浪从事桥舞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了 经他这手完成的桥界工程 可谓是数不胜数 而今最令他上心的是 龙滚华侨文化展示馆 龙滚有那么多的这个华侨历史 华侨文化 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人去关心去整理 所以我长期就有这么一种思想 就是想能不能把龙滚的华侨文化 这个有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 龙滚镇坐落于万宁市北部 是海南省著名的华侨之乡 这片152平方公里的土地 孕育了16万旅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 旅居世界19个国家和地区 这里不仅走出了大批的华侨 还诞生过许多革命先驱 他们敢传敢干 敢拼敢搏 将先进的思想和革命的火种 撒遍这片热土 抗战时期 这片土地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让更多的后代了解龙滚华侨抗战历史 卢玉浪策划建设龙滚镇华侨文化展示馆 最后万宁桥林与龙滚镇政府 龙滚桥林达成共识 将展示馆定在龙滚镇华侨大楼三楼 这个龙滚的华侨桥林 对华侨大楼进行了全面的修缮与改造 华侨文化展示馆 这个促进规模 虽然还没有对外害怕 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些后续的工作还要完善 然后才能这个主要是我们一些华侨生产生活的用品 这个收集还没有全面 然后呢这个我们后续的在净年里内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板进板棒进行开管 我们进去 那我们现在所做的方式呢 这个我们有分几个板块来把我们龙滚的这个红色文化跟华侨文化来做一个浓缩 那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红色龙滚 那小乡龙滚四子心怀小乡风采 在龙滚华侨文化展示馆里 龙滚浪想要陈列的东西很多 所有能展示万宁华侨文化的机会 他都不愿错过 乔乡文化的传播意识早已在他心中扎根 三十年的初心不改 三十年的执着努力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万宁乔连凭着卓越的表现 多次获得全国乔连系统先进组织的荣誉称号 在2023年9月召开的第十一次 全国龟桥桥卷代表大会上 卢滚浪被授予全国乔连系统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是非常荣幸的一个事情 那然后最先对我十一年在乔连工作的成绩的一个肯定 但是我想更多的是对后面的工作要有一个冰色跟一个促建 后面的主要的工作方向就是要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 桥代会的一个精神 以我们万宁的广大的桥节行众 心灵性一起共同的努力 为地方的经济精硕做出更多的工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